亚加达亚运会中国篮球实现金牌包篮,中国南篮同样以全胜姿态登顶,姚明把南篮分成红队荷兰队,可以说没有权力出战亚运会,就能够摘到南篮亚运会的金牌, 可是对于亚洲篮球的实力较量,中国南篮亚运会摘金不算啥,首秀两分险胜拥有克拉克森的菲律宾南篮,成为中国南篮直通亚运会金牌道路的助力,在很多人眼里并不代表中国南篮实力,已经登顶亚洲霸主的地位,这一个曾经属于中国南篮的荣耀,那些质疑者有一定道理。 菲律宾南篮多名主力竞赛无缘亚运会,中国南篮不需要在淘汰赛面对韩国队,直接和伊朗队会失决赛,但是那些质疑者口中的运气,亦是南篮红队用实力争取。 中国南篮在亚运会摘金明正眼顺,含金量颇高,只是放在亚洲实力的比拼,这确实不算啥,没有什么好反驳,中国南篮距离重返亚洲霸主的地位,任重而道远吧。 亚洲格局完全不一样了,日本队都有很大的实力增长,不要因为日本南篮在亚运会爆发买春丑闻,就小看日本南篮,亚运会四名被遣返的日本南篮,不过是日本联赛的普通球员,根本无法代表日本南篮的实力。 因为本届亚运会日本南篮真正的王牌和主力军,都没有参加亚运会,不然中国南篮想要在亚运会摘金,确实不会那么轻松,9月份试遇赛即将开战,日本南篮正式公布备战试遇赛的24人名单,这才是日本南篮真正的实力。 一眼看下去,实力太强了,日本南篮不争亚运会金牌,却要争夺南篮世界杯的名额,因为比起亚运会,日本体育目前更在意东京奥运会的培养,才会让渡边熊泰前往美国和灰熊堆合练。 渡边熊泰在今年夏季联赛走红,确实是一个实力强劲的亚洲球员,不过渡边熊泰是日本纯正血统,并不是日本改变体育曲线策略的结局。 规划球员,血统改良,才是日本南篮保存的王牌。 法泽卡斯,这一个日本南篮球员名字,映入眼帘,还有水几的当年法泽卡斯,号称诺天王接班人。 身高211厘米的法泽卡斯,有过一段NBA经历,2007年刚刚经历黑巴的小牛队,用唯一的选秀牵拿下法泽卡斯,有意把法泽卡斯培养成为下一个诺天王。 法泽卡斯没有成为库班眼里的诺天王,却不代表法泽卡斯,在亚洲没有竞争力。 法泽卡斯和南篮一哥一见连是同一届选秀,如今法泽卡斯来到亚洲成为日本规划球员,多少都是一种赛区实力的冲击。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个子中锋,法泽卡斯对位中国南篮内线,比起日本南篮自己的中锋,压力会更高,毕竟法泽卡斯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。 另外,巴村磊和巴村阿联是日本南篮血统改良的结晶,巴村磊目前是NCAA的王牌球员,在最新一期的大学教练最想执教大学球员榜单,巴村磊高居第八位。 可见,巴村磊的实力有多么强,征战NBA没有任何问题,日本南篮全力冲此试育赛,以日本南篮目前强悍的实力,在亚洲赛区拿到一个南篮世界杯的名额,完全能够用锁定来形容。 另外,澳大利亚拿到一个名额同样没有问题,后面的名额就要留给中国南篮,韩国南篮,菲律宾南篮,伊朗队来争夺了。 中国南篮想要在试育赛出现仍不会太乐观,即便拿到了亚运会金牌,不过,中国南篮仍有好消息,克拉克森不会出现在试育赛,只是中国南篮到底谁来做试育赛的主教练。 比方诲,优优独播副赛,以日本能够用锁定来确认的荣创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